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2024年5月22日星期三 欢迎来到财经内 那么今天这节目和大家聊一下几个财经的话题 首先第一个是目前香港资金转到海外 是受到了非常严格的限制 以前其实我一直就认为这一天迟早会到来 但是现在可能说已经到来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看一下 那么我这个男家购房的VIP群里面 就有A警就反映 说最近转钱转出来受到了很严格的限制 主要是从香港转出来的 他说有一个客户 他从香港的招商永农的银行转22万5出来 但是一个多星期之后才转了25万出来 钱在第三方银行被卡住了 按理说就香港这样的国际金融中心的话 在以前基本上是当天或者是次日就可以直接到账 不需要第三方中转 但是现在在第三方中转被卡住了 而且一个多星期才转了十分之一的钱出来 所以我认为这是目前香港往海外汇款 受到严格限制的一个开端 所以大家在群里面讨论就认为 钱目前如果是在香港的话 你放在像渣打或者是花旗这样的银行 可能更可靠些 但是如果你放在中国或者香港这样的银行里面 比如说像招行的永农银行像工行像民生银行像中银这样的银行在香港的可能就会受到非常严格的限制和审查 所以这个事情的现在才是刚刚开始 大家如果在香港还有大量的资金的话 我建议尽量的转出来 不要放在香港 因为香港目前它这个金融中心的地位已经是变成了金融中心的遗址 可以说是彻底沦陷了 已经被新加坡取代了 现在香港的很多人才 很多资金 很多一些投资的机构都跑到新加坡去了 香港是越来越没弄 而香港的资金如果大量的外流的话 香港的外汇是禁不住挤兑的 因为这些年来香港挪用了大量的外汇 同时港币自己的信用隐身 它的体量也是非常之大 如果严格按照港币的大量的隐身货币来兑换美元的话 香港它是没有足够的美元可以供大家兑换的 所以现在就是先下手为强 后下手遭殃 你如果有大量的资金在香港 尽量的尽快的转出来 目前香港可以说已经是不安全了 其实这样的话我已经说了几年 目前香港只能作为一个中转站 顶多作为一个中转站 但是不能作为你自己的诺交点 如果你把大量的资金现在还放在香港的话 我认为是比较危险的 如果你晚一步 说不定它政策一步卡紧了 那么你大量的资金可能就出不来了 关在香港 这就关门打勾了 可以说对大家是非常大的损失 所以大家对香港这样一个地位 要有充分的认识 香港失去了自由的保障 失去了法治的保障之后 它就已经没有具备金融中心的条件了 金融中心最大的优势就是信心 现在全球投资者对香港已经没有信心 所以看看香港的股市楼市债市 尽管最近是有所反弹 不管是短期的抄地资金 还是中国的大型的金融机构在拖势 不管这些 但是长期来说 它往下行这样一个趋势是不会变的 所以现在你的钱能套现就套现 不管是香港的房子 还是股票 还是债券 还是其他的投资产品 能套现 尽量的套现 把钱转出来 不要去在火中取利 弄不好 人为财死 鸟为死亡 可能你就葬在香港了 这是我的一个忠告 好香港的事情就说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看看全球的消费的情况 因为消费可以说始终都是拉动经济最大的一个引擎 消费一旦不行的话 你的经济衰败或者萧条 基本上就是指日可待了 以前我总说中国的经济很差 消费非常之差 其实美国的消费也很差 只是现在是一个比赖的世界 但是中国是差中的更差 我们看看美国的一组数据 其实反映出美国经济现在也出现了很多智障的苗头 也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那么最近有几个有意思的数据 在这里和大家来拔一下 星巴克的财报显示了 它的第二季度美国的铜电销售额 同比是下降了3% 客流量下降了7% 是2010年以来最大的季度的降幅 中国市场的铜电销售额 也同比下降了11% 也是远远的不及此前的预期 星巴克可以说是一个消费非常强的指标 喝咖啡 基本上西方人动不动都去喝咖啡 算是饮料行业的一个风向标 而饮料基本上是一个生活的必需品 对不对 所以星巴克的销售同比下降这么多 创下了15年以来最大的降幅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 美国的消费是出现了问题的 而毕胜克和肯德基 全球两大快餐巨头最新的财报 也显示出了同样的萎缩的趋势 根据分析公司的分析数据统计 穷鬼超市 奥勒奇三月份美国门店客流量 同比是增长了26% 遥遥领心于美国连锁超市的巨头 那么这就说明了 不仅是饮料 快餐这一块也是出现了快速的委托 因为毕胜克和肯德基 也是七方的两大风向指标 主要是美国的 而另外又一组数据了 是根据分析公司分析的数据统计 穷鬼超市 奥勒奇三月份 美国门店的客流量同比增长了26% 为什么穷鬼超市 它的客流量会暴增呢 因为穷鬼超市 它面对的是底层的穷人的消费 特别是中下层的 所以在这里 它的标语是你感受不到通胀 意思就是说 奥勒奇超市 它基本上都是非常低的价格来销售产品 那么作为低价商标的鼻祖 奥勒奇它仅靠便宜这一点 它就赢得了消费者的清单 所以现在呢 但是消费不起正常的连锁店的东西 但是穷鬼超市或者是一元店这样的东西 风洽说明什么问题呢 那么说明了美国的消费在降级 很多人呢 已经手头是没有钱了 开始买便宜的商品了 特别是中下层的一些人啊 美国居民的生活成本和真实感受啊 也远远没有他们报道的宏观数据那样强健 就是说我在美国其实也有这种感受 美国的官方数据一直说 美国的通胀在下架 美国的就业怎么好啊 但是实际上美国的通胀啊 并没有打下去 很多东西还是非常贵 不管是食品 饮料 还是能源 还是加油啊 包括啊 其他的房租 还有劳动力 基本上成本都没降 还在上涨 但是美国的官方统计数据啊 我觉得还是残在很多水分的 总说这两年美国的通胀降了多少 降了多少 从当初的56% 降降到现在的3%左右 但是这三个月又有所反弹 其实真的是没有降多少的 所以美国的通胀非常不乐观 未来加息的概率还很大 之前我就说过 美国今年可能不会降息 甚至在今年到明年还可能会加息 很多人当时不幸啊 但是现在啊 事情的进展基本上验证了我的预言 美国确实啊 通胀非常的顽固 打不下来 所以现在这三个月还有抬头 未来呢 可能还要继续上涨 特别是能源价格 如果上升的话 战争继续爆发的话 这个通胀 它是很容易失控的 所以不仅不会降息 可能还会加息 前段时间呢 我和一个朋友啊 到一家卖家具店里面啊 去转一下 发现里面基本上是门口罗雀啊 那家店呢 其实在个广场里面啊 还是非常热闹的 那么这家家具店呢 他的经理是一个越南人 他跟我们也是聊了很多 他说以前呢 他们的生意是非常好的 很多人流量的 但是啊 这两年来 基本上没什么人参观了 而且购买量啊 更是少之又少 他认为呢 是全球的动荡的局势 还有美国的高通账啊 把消费啊 打下去了 他们的东西啊 卖不动 情绪非常不好 而美国的其他的一些卖场啊 比如说像一些广场 像传统的华人的全统广场 以前生意是非常好的 基本上停车都找不到地方 可以说到处是人山人海啊 但是这段时间再过去看呢 基本上那个广场 百分之五六十的店 基本上都关门了 而且呢 周末这个广场都没什么人 如果住在全统广场旁边的朋友 可以去看看 确实是非常萧条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啊 美国的消费啊 在疫情打击之后啊 可以说是一蹶不振 实体店大量的倒闭 关门 然后东西卖不出去 所以现在呢 大家都在抢便宜货 不管是美国的便宜商店 还是中国的像拼多多 阿尼等等一些非常便宜的货啊 在美国都非常抢手 现在便宜啊 可以说才是王道 性价比面前呢 基本上没有人可以抗拒诱惑 大家知道这两年 美国最火的电商是什么吗 有人可能会说是亚马逊 当然不是啊 那么是谁了 而是泰姆和训 他这是两家中国的电商平台 走的是低价的策略 他们的增长市场预期啊 可以说在海外是所向披靡 这其中有一家 就是拼多多的海外电商 可以说是非常火爆 所以难怪有不少网友调侃 说中国的商品呢 满足了全球穷贵的需要 那么这些似乎表明呢 全球消费市场啊 正在迎来一个新的趋势 谨慎的消费情绪呢 正在蔓引到全球 消费者正在自发的抛弃 大品牌拥抱这些低价的商品 说人话就是说消费的趋势变了 那么消费降级啊 真的就来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中国的国内 其实消费啊也是一蹶不振 现在萎缩的非常严重 这几年呢 经济不振和就业低迷 人民的消费信心呢 持续的走低 当下呢 深受中国年轻人喜爱的 穷鬼套餐风啊 是越挂越大 平替开始大行其道 看看这张图啊 基本上有85%的人 在近一年之内 有过购买平替的行为 都是非常低价格的商品啊 那么N23 IQ发布的 2023年 中国消费者洞察 即2024年展望的报告就显示了 43%的受访者 将严格把控整体花费的金额 而37%呢 将改变消费方式 寻找最优价格 或者更低价格的产品 不是某某买不起 而是某某更有性价比 这样的句实啊 不仅是风靡中国的全网 成为热梗 也成为大众消费的真实写照啊 被称为中产标配的 像山姆超市 如今呢 被精打细算的所谓的穷鬼们呢 涌入 抢购山姆穷鬼三件套 消费降级的风啊 也刮到了中国的中产 月薪两万块钱 吃不起工作日的午餐 虽然是开玩笑的段子啊 但是确实啊 也透露出中产 对于消费降级的无奈 自己收入了 在不断的下降 而物价也在不断的攀升 所以相比之下 自己的支出啊 就要结一索实了 在节目中间呢 插播一个小广告 大家如果不看的话 可以直接跳过去啊 没关系啊 目前呢 全球涌向南加州买房的资金 非常之多 不管是中国 东南亚 中东 印度啊 很多资金 都在往美国加州跑啊 首先买的 就是加州的房地产 所以非常火爆 很多房子呢 都是现金抢房 而且一加价 就是加几万 关键 现在呢 中国没有什么资产好买的 全球呢 很多资产泡泡都在破 但是美国的资产价格呀 非常之坚挺啊 尽管利息加这么高 但是美国的房产 还是持续的火爆 不管是五六十万美元的房子 也好 还是一百万 两百万美元以上的房子 可以说现在卖的都非常之货 很多房子啊 还是人民币的方圆 你在国内支付人民币 都可以买美国的房子 可以说是非常方便啊 首先呢 美国房产 它的租售比 非常之高 扣除房产税之后啊 美国的房子 还有高达百分之到百分之十的租数比 可以说在全球是非常少见的 而且美国的房子 它是永久产权 而且是美元资产 为了对人民币 还有大幅度升值的空间 所以全球的资金 抢美国的房产 就是为了抵抗通胀来避险的 特别是现在加州又出台了一个法律 就是第一大的房子啊 可以加建ADU 就加建小房子 那么这样一来呢 整个投资的性价比啊 又高很多了 所以 所以土地大面积的房子呢 都在被风抢 大家如果感兴趣 可以扫码进入群里面 这里有专业的美国南加州的经济团队 那个大家做南加州的资产配置 欢迎大家扫码入群 当然呢 如果没有兴趣的 大家就不要扫进来啊 否则的话 也会被请出去了 谢谢大家支持 配合 国内很多网友也在调侃 说38块钱的星巴克坚决不满 9块9的瑞幸呢 每天一杯 年锁快餐品牌了 开不下去 10块钱出头的菜式任选 米饭无限量的社区食堂 是人潮汹涌啊 再比如了今年五一 中国旅游出行的人数啊 再创新高 中国的官媒在不断的吹捧 说中国的消费啊 又恢复到了疫情之前 但是真实情况是不是这样 尽管了出行的人数 有2.95亿人次啊 出力估算 但是他的人均消费啊 只有565块钱 相比2019年五一的人均 平均的消费金额 是600多块钱 是下降了不少的 那么消费人数虽然是增多了 但是大家的消费金额呢 却在减少 消费降级可以说 其实早已发生 比如说这些年 大家看看 中国的资博的烧烤 是人山人海 都是便宜嘛 对不对 一天打卡式的 四五个景点的特种宾的旅游 在中国非常风行呢 基本上就是穷游嘛 而县城的旅游增速啊 是跑引了大都市 基本上很多人往县城跑 往农村跑 基本上说明了 开支就受到了限制嘛 结婚的人数是断崖式的下跌 婚宴市场遭遇了滑铁路 一批性价比的餐厅 小众特色餐厅被年轻人追捧 那么这些反常的现象啊 再次验证了一个残酷的事实 中国的消费意愿 它是在下降 消费能力呢 也是在下滑 主力消费群体啊 越来越精打细算 毕竟呢 整体来说 中国目前是经济下行的速度 非常直快 而收入了 它也在下滑 而且它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啊 也是不稳定的 很多人是很悲观的甚至啊 所以影响最大的啊 就是中产及以下的大多数的普通人 他们在自发的收缩开支 自发的去杠杆 虽然当下的消费降级的现象 是显而易见 比比皆是 但是如果翻开微信 和支付宝的年度账单呢 可能很多人发现 2023年的开销 并不比往年少 未来呢 可能还会增加 为什么呢 因为生活必需品呢 它已经开始涨价了 前段时间呢 中国的水电煤气啊 各地都在疯狂的上涨价 涨幅还是比较大的 而且很多食品呢 饮料啊等等呢 都在涨价 所以你的生活必需品呢 就涨价了 涨价了每个家庭呢 它的刚性的收入开支啊 就会增大 居民消费啊 它更多的集中在哪些呢 集中在吃喝拉撒 等生活的必需品上 这些呢 不是已经在涨价 可以说就是在涨价的路上 所以这就是通胀的苗头啊 因为这些年呢 中国放了天亮的水 但是啊 资产上面扛不住这些水 然后这些水呢 开始找其他的渠道来炒作 所以中国老百姓的基础的必需品呢 就开始大幅度上涨 对于非必需品和高端服务类的消费啊 从意愿和能力上都是有所加降的 一个可怕又现实的现象 目前呢 中国是底层在通缩 上层在通胀 贫富差距啊 在不断的扩大 真正下滑的 是敢于大胆花钱的那份坦然和底气 对于未来的内容不确定和不安感 这些可以说都是在下滑 大家对未来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越来越没有信心 所以都无紧的情报 谨慎的花费 消费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呢 不管是美国中国消费 都是第一拉动经济的力量 也是经济的驱动力 那么消费的增长 不仅能够啊 拉动经济的增长 也能够反映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它的质量 中国呀 可以说其实本身啊 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 这几年的居民部门的存款呢 也在持续的走高 但是啊 大家不能只看到说居民的存款在增加 而且还有天量的数据 所以啊 中国政府就开始打老百姓存款的主意啊 想方设法 把老百姓的存款挖出来消费 但是你要看到更深层次的是啊 中国的老百姓 为什么宁愿拿那一点可怜的利息 也不愿意 或者说不敢消费 归根结底呢 是整体中国的经济下行 收入下降 而且生活成本在不断的上升 老百姓呢 他获得感是非常差的 而且社会保障 它是不足的 老百姓对于未来的看病 对于未来的上学养老 全部都在担心 对不对 都要自己掏钱 中国可以说没有什么福利 来给老百姓以保障 那么这样一来呢 他就更加不敢消费了 特别是对于未来经济的预期不好 对于未来自己收入的预期啊 也不好 这种情况之下 他怎么敢消费呢 除非你中国政府啊 大量的举债 然后把这些钱来健全中国的医保 社保养老 来鼓励老百姓生育 给大家 来鼓励老百姓的生孩子 给老百姓发钱 除非是实打实的这些好处啊 让老百姓得到实惠 否则的话 老百姓是不敢花自己的养老钱的 不管花自己的棺材本的 大家不要看到啊 中国政府现在把中国的手套榜的首付啊 从20%下调到15% 别说是在鼓励老百姓加杠杆买房 但是呢 很多老百姓还是不为所动 毕竟呢 每个月要还的月供都是实打实 让你自己套的 而且目前呢 任何一个国家在解决经济危机的办法上啊 没有说鼓励老百姓的加杠杆 很多国家是搞基础工程来增加老百姓的就业 增加老百姓的收入 然后刺激老百姓的消费 这个念条才是循环起来了 但现在中国政府是绝第三尺来诱导 鼓励老百姓的加杠杆把自己的棺材本钱全部拿出来买房 这种合则而鱼啊 杀鸡取暖的方法 只有中共政府干得出来 可以说是坏事做绝啊 当然中国老百姓的很多还是很聪明 即便是这样啊 也不愿意来加杠杆买房 因为在2015年的时候 涨价去库存呢 已经把很多家庭的六个钱包全部都已经掏空了 现在仅有的一点棺材本啊 就捂得死死的 这也是中国老百姓的聪明的地方啊 所以目前中国各地都在纷纷的降首付 降低贷款利率 但是我认为这是起不到挽救中国楼市的目的的 最终结果呢 可能有一波反弹 但是最终还是要掉下来 甚至掉的更低 这是无可挽回的 所以大家现在啊 不要去加杠杆买房 掉入他们设计的一个现金里面去 而应该呢 有资产尽量的抛掉 然后及时抽身 把钱转到海外去 转到海外进行投资 换成美元 我认为这是更安全的办法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最后啊 还是退一下能眼的会员群 目前啊 能眼的会员群呢 五个月的时间不到 可以说已经有1800多人加入了会员群 里面有四个微信的会员群 同时呢 有一个电报会员群 还有一个WhatsApp的会员群 所以大家如果付费 可以加入一个微信群 可以加入一个电报群 可以加入一个WhatsApp群 然后呢 还可以获得一本能眼编的全球十大财经博主啊 最新文章的一个合集 可以说这本书的价值啊 也是非常之高的 那么你加入会员 这是免费送的 可以发到你的电子邮箱里面去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啊 可以加入能眼的这些会员群 可以说里面呢 确实是金音云集 信息量非常之大 你加入进来了 可以规避未来很多投资的风险 同时获得财富 保值增值的一个方法 我觉得是非常划算的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现在随手关注我频道 转发点赞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 再见